最后一站我们到新北市三重区 安庆街和大志街口 吃这个充满古早味的小点 寒流夜里 铁湖冒出的白色蒸汽 伴着开水的哨笛声 把冷空气都搅热了 76岁的米达阿伯郑太雄 站在三轮车摊位旁 没有任何可以挡风的地方 老人家穿着后外套煮米达 直说自己不冷 外面没有人在卖 但是都不好吃 都不好吃 对 老板家那一吃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芝麻 这个加黑芝麻跟白芝麻 比较香 多一个味道 味道醇厚的手工米达 热腾腾地捧在手心 温暖了每一个顾客 还有古早味太白粉 也是阿伯亲手调配 小时候我煮物煮米 就泡给我吃过来 泡粉 这个小朋友我都说被摩斯给他们看 那个小学生看了 好酷 好酷 提着铁制的大水胡刀水 一不小心就会被滚水烫伤 应该这样比较好 这个技术不好都会碰到手 刚开始的时候要碰手 对 碰到手你马上就起泡泡了 就起泡泡了 对 所以这都要经验 这个沖水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非常重要 这个太多太少都不行 一个晚上米达阿伯吃力地推着 骑着三轮车 穿梭在大街小巷 边走边停边卖 这个杏仁茶 杏仁茶 杏仁茶 可以这样推过来 你不会累吗 不会啊 不会吵 不会啊 你感觉很重 蛮重的 蛮重的啊 蛮重的 蛮重的对 每天这样推 尤其有一点点上坡的路 一定要用推用拉点 那平路有点平的 然后就有一点下坡的 就会用踩的 踩的就比较轻松一点 不要赶时间 慢慢推慢慢推 这样就不会累 对 所以都迷快到120岁了 我很多客人呢 尤其年纪大人 说你要身体要保养好一点 好 我们才有得出 对啊 对 然后我说我尽量尽量 对古早味的延续 郑太雄深觉得自己有使命感 其实他是从60岁才顶下蜜蜜摊子 我那个朋友他在台北 卖了40多年了 后来他身体比较不好 那我跟他在一起聊聊聊 他就想他 你要退休了 退休了 你出来做做工作 然后等于是运动 年纪大了 不能太空型了 可以动就要动 所以我就把它接下来 在卖米辈之前 郑妹妹是在电影公司工作 影片进出口 还有宣传照片海报的方便的 整理这方面的 这样性质差很多 以前都做办公司 但是这个面朝这个东西 我小时候 在四五岁的时候 我祖父祖父已经炒给我吃过了 我已经很熟了 从电影业退休之后 阿伯重新开始人生的第二份事业 每天晚上七点出门 半夜十二点收摊 不分夏天冬天 他说很喜欢这份工作 不在乎一个晚上卖几碗 三重有二十年没有人卖 所以现在三重年轻人 三十岁以下的 很多的年轻人 不晓得我在卖什么东西 不晓得 不晓得 就是我跟他讲 我卖面朝太白文 他们还是搞不清楚 假如我不卖的话 真的要失求 三轮车上的瓶瓶罐罐 米辣 太白粉 杏仁茶 应有尽有 要吃更甜的 还有炼乳酥饼 想吃咸的 阿伯也有准备 阿伯 你的鸡丝面还有配料 还有芹菜 还有芹菜喔 好 这么讲究 芹菜更香 更香喔 还打蛋喔 这么讲究 加蛋 继续没有加蛋 又香味一秒 老人家动作不求快 只求细心仔细 煮米辣像煮料理一样 有时客人多了忙不过来 还会打电话 请太太过来帮忙 今天唤风中 唤风中 少迪生亲切地响起 湖里腾起的白烟 跟着三轮车沿路飘动 老人家騎車賣米迪的背影 為冷漠的大都市 帶來多少溫情 米迪阿伯的三輪車 慢慢騎入夜色 騎入好多人的兒時回憶